好 最后一点时间我问一下亮哥 就是这个神舟18号航天员 顺利进驻中国太空站也跟这个神舟17号 来这个会合进行了一个交接 那当然它有很多技术的亮点 也有很多这个特殊的一些科技上的意涵 那本来事实上两个小时可以对接 但是用了6.5小时的模式 为什么 它可以有很多选择 但当然安全性是最重要的 另外呢 神舟18肩负着很多任务 90多项的实验 那亮点还包括很多民众讲 太空可以养鱼啊 两到三次的出仓 另外还有我们看到在此同时 对比很强烈 4月17号 美国NASA的局长出席美国国会 听证会的时候被问及到 为什么中国要登陆月球的背面 他的回答立刻炸锅了 他说月球的那一面总是黑的 我们不打算在那里着陆 这个事实上 他也有取得那个月球的陨石 月球的那个地上的物资 那回来之后美国跟他要嘛 要一份样本 那中国不给 所以美国耿耿于怀到今天 对 因为从科学上来看 月球背面不都是黑的 那它也可以被阳光照到 其实相对于地球来讲 它是黑的 所以你看到中国的技术 已经进行成这样 那NASA的局长告诉大家 月球那一面总是黑的 他说也许中国在这里 发现了些什么 那这个谈话就是很不科学嘛 大哥怎么看 这成为被奚落的焦点 中国都没有讲啊 他们有说他在边缘看到什么 搞不好看到外星飞船 不知道 不过我跟你讲 未来中国的太空战 各种实验 一定会让美国越来越生气 因为美国那个太空战 顶多再撑一阵子 大概就要结束了 比如说这次养鱼啊 那养的那个鱼是斑马鱼 它很小啦 只有3到4公分 可是它呢 它跟人类精英有87%是一样的 脊椎动物 所以呢它一年可以繁殖6到7次啊 所以你也不知道会发现些什么 他也不穿太空衣怎么上去 因为我觉得说 他在水里面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 可是就是 他会在里面看到水的生态啊 过去上了太空 下来的植物都会长得特别大 所以就是 不知道这个斑马鱼会变成斑马 坦白讲啊 这个这个大概马斯克也很想知道啦 一年火星你总要知道你未来的食物要哪里来啊 登陆月球 登陆火星 对啊 所以你就要试各式各样的有机 有生命的物体在太空中的反应嘛 那有关这方面的东西 美国未来就变成没有办法做实验 事实上很多人是付钱的啊 比如说阿联酋就 他要做的实验就跟中国下挂号啊 对对 他中国的太空船够大 对 工作室够大 然后他也跟全世界开放 对 那是美国自己卡在自己的法律嘛 那目前这个样子就是 美国原来那个太空舱 俄罗斯是负责那个太空站的建造嘛 那俄罗斯也不要跟他合作了 所以未来你看到这种这个相对 心情的落寞 这种新闻会越来越多啦 因为中国大陆会在好几个领域是领先的 美国可能有别的太空领域领先啦 可是彼此专长的领域会不一样 火箭也不行 我觉得这次来讲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这三个太空人都很年轻 都80后 对不是89的89年 89点以我们中华民国来讲78年是89年 那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他那个指挥官 已经是第二次上太空了 他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上太空 我觉得代表说他培养这些年轻人来讲的话 你看那么年轻代表说他后续来讲 还可以去好几次 美国还有人直接讲说特斯拉股票可能会跌到20块 讲这话很过分 他现在还有170 那前一阵子点到142 那最近是稍微往上拉 可是我跟你讲 我早就跟你讲过特斯拉最像苹果 苹果第一季的业绩刚公布 就是在中国的整个手机 华为从9.3%市占率变成15.5 苹果从19.7跌到15.7 跌4个% 这很惊人 苹果的竞争力绝对超过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你看 面对中国那么多的电动车 到处都是敌人 到处都是他没有的功能 你看连苹果都摔成这样 所以我认为特斯拉应该是会非常惨 因为有几个东西 坦白讲 两家公司有雷同之处 就是在科技创新怠惰 然后忽略顾客求新求变的需求 然后你的对手一家一家都跟上 然后就在各个领域求新求变 然后都反超你 比如说我们讲电动车 三个主要的领域的竞争 第一个是你的续航力是多少 你能撑几个小时 几公里 中华大陆现在可能是800公里起跳 特斯拉是多少 因为那天不是那个谁 好像是雷军还是 还是不知道哪一位 反正就是车的老板 他自己开车回家 开了将近1000公里 他就自己开车 就是中华大陆现在每个老板都演很大 对 真的演很大 你不觉得吗 雷军还其实帮人家送车 这次车展还有一个老板 还是坐在车上 大家都说他是全球最老车 是啊 那马斯克在干嘛 马斯克人家大概觉得他不务正业 上太空 对吧一下搞什么太空 一下搞X啦 对不对 那X到现在也搞了一塌糊涂 还没有赚钱 那第二个就是充电的速度 那第三个就是我认为特斯拉是绝对追不上 就是车子的智能操控操作系统 这个中国大陆领先太多了 那你看那个丰田不是放弃了自己做智能平台吗 要跟人家合作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独门的特异功能 我记得你刚刚讲的U8可以在水中 对不对 就是他都要比这180度停车 对啊 就你的想都没想 想都想不到啊 你在停车场可以遥控让车子到你面前 他自己开过来啊 等于有司机 专属司机 他就可以定位GPS 然后判断你的位置 然后开到你面前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让人家就觉得想象空间无限 然后感觉好像特斯拉跟苹果都变成是 守旧保守没有创新力的 这个旧的科技公司 你知道吗 体验 这个就是很麻烦啊 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华为刚出这个Pura 70 那有很多功能苹果也没有啊 比如说可以用成功智能 我们三个人照相 然后你手一抹 我们帅将军就被抹掉了这样 那变成我跟丽将军的照片 还有那个事业性的功能 那个就是他的背景可以自动补白 而且补到你看不出那是一张处理过的照片 就是背景他会去抓 抓到跟你看起来没有不适应 那女生当然他就会抓最好的角度啊 所以他就帮你补上一定的身材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都已经发展到这样了 那你苹果手机到现在还没有人工智能 所以我就觉得你是不是 而且大家都在等S6那我就是只有一款 那人家是好几款都在竞争 大家都在赛跑 所以我坦白讲是相当悲观啊 相当悲观 尤其是特斯拉啦 我认为特斯拉的压力特别重 比苹果严峻多了 所以这次他不来也好 对不对 他来的话真的被比下去 这次我们看到像小米也是一样 小米现在据说要出号码牌才进得去 那像齐悦的展场也是满满的人潮 更不要说比亚迪 然后你就附近呢 据说这次来的外国人也特多 时尚最多的一次 那来的很多都是内行人 都是各车系的CEO 各车系的一些主管技术的一些老板等等 所以才会出现那个表情 他们看得特别的细 拍照也不怕你看 所以这个 这次有很多的新车在这里 全球首发展示 那真的好想去看一下 北京车展真的是 让整个北京发光发热